日前美海军吉福兹号滨海战斗舰 麦一号导弹驱逐舰 分别擅自进入中国南沙岛礁临近海域 西沙群岛领海 在今天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任国强表示 美军舰擅闯南海岛礁危害地区和平 是危险性极高的挑衅行为 美方是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破坏者 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搅局者 是双方一线官兵生命安全的危害者 也是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的麻烦制造者 中国军队将一如既往地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捍卫南海的和平稳定 记者会上有媒体指出 本月既有美舰擅闯中国南海海域 也有中美两国防长在泰国会晤 以及中美两军人道主义救灾联合演习 对此任国强表示 中美两军关系总体保持稳定 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 我们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 把握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大方向 加强战略沟通 深化务实合作 妥善处置分歧 确实把两军关系打造成为 两国关系的稳定器 任国强指出 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不可能总是阳光灿烂 也不会总是乌云密布 总的看 两军关系的发展是稳定向前的 共识大于分歧 合作多于摩擦 钥匙记者 北京报道